字幕視頻 哈囉 各位電腦好朋友 大家好 午安 今天中華民國112年9月20日星期三 那現在是下午時間 那今天下午呢 請假在家裡 沒有上班 那下午要來完成一件事情 那就是繼續做我們的榴槤夢 鏡頭前面這顆榴槤苗呢 是我們國城兄和兄贈送的一個榴槤苗 它養的還不錯 現在已經蠻高了 大概五十公分高了 那今天呢 我想要把它地址在我們的園子裡面 那找呀找呀找不到什麼好的地方 那因為苗呢 剛種下去 會有點怕曬啦 那也怕風 所以我暫時可能等一下就在這邊挖個洞 挖一個大洞 然後稍微做一些 做一些怎麼講 底下我可能挖深一點 那底下做一些那個 甘草啊或者一些有機肥料的一些施灑 然後把它堆高一點 我看有些東南亞那邊在種榴槤 都是用一個小土丘 然後種在土丘上面 那我們今天也稍微來模仿一下 那他們用的是稻殼啦 稻殼跟紅土 來做一個混沖 那裡面有加了一些的 看起來也像是一種有機堆肥 那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紅土 那目前也沒有稻殼 我們現有的材料就是這些 甘草 甘草 還有我今天帶了一些 有機肥 那個這個是也是我們 頻道裡面的好朋友 有證送的 看一下 我今天會用這些東西呢 跟我們到 跟我們這個甘草 還有我們土壤呢 做一些混搭 然後 把它堆在 堆在底下 那這個是什麼 九玉的國產有機肥料 那裡面有雞糞啊 碧媽 薄啦 羽毛粉 蛋殼粉 菇類培養肺 培植肺包的墓穴 這就是有機肥 我們待會就混沖了 就在這個洞裡面 幫他做混沖 OK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動作了 這個過程呢 我又用快速的快動作的 去幫他做一個完成 好先這樣子囉 好 好 我們現在呢 這個洞喔 已經挖得蠻深的 已經挖很深 大概 一個六十公尺 六十公分高了 六十公分深 那我現在呢 開始來把一些 東西呢 慢慢的加進去 我們加一些乾草 吐在底下 那這個呢 這個我們剛剛跟你們講的 有機 有機的肥料 撒在底下 再堆一些 ~~~~ 啊 預約放乾草 要吃啥一些有雞肥 再堆一些土 大致就是這樣步驟呢慢慢慢慢的把這個直屑堆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再用快動作來做紀錄了 現在這個位置呢已經做了一個堆製 裡面有堆了一些甘草還有一些有機肥有機立肥 層層的把它堆疊起來 那現在呢已經填平 再來我就要將這顆榴槤種植在這邊 那會把它種高一點所以等一下呢 我一樣會把黑卵盆 把這個黑卵盆 這個黑卵盆底下一樣割掉 然後堆滯在這邊然後旁邊用土把它堆高起來 那我現在就來動作 不停了 你不停了 這個黑卵盆底下 我會把這個漢堆看回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要把底部打開 這是它的根 它的根已經串這樣子 稍微挖一點 這邊呢 這根啊 閉門它盤根喔 我這邊把它剪掉 把這個根剪掉 接下來把它放 一下 接下來就把旁邊的土把它堆起來 跟我們上部影片一樣齁 類似一個甲子 但是它的根呢 現在是有辦法呢 有辦法穿出去齁 把肚子炒出來 把餅子炒出來 生抽 會不會太好 它會不會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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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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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